它能同时支持4个4K显示输出 还有3个存储接口 最新的千问3 30B A3B Q4量化大模型 也能跑上10TOK每秒 它是如此小巧 单手就可以握持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 装置了英特尔13代i9-13900HK的高性能小主机 GitCon集合IT13-2025版 13代i9-英特尔移动CPU 仍然是英特尔迷离主机中的主流顶尖产品 虽然第一代Ultra甚至第二代UltraCPU已经发布了 但它们的价格还是居高不下 如果现在要购买英特尔CPU的迷离主机 大家认为是买13代Core 还是去年的第一代Ultra 或者是现在正新鲜上市的第二代Ultra呢 集合IT43-2025版 它装置了英特尔 i9-13900HK 14核20线程标压移动CPU 946EU的英特尔IOS X1核显 双通道DDR4内层3200MHz 三层储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6E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电源线 HDMI线揽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块小电源 19V 6.32A 一共120W功率 小主机 是金属的重框和底盖 塑料机身和上盖 上盖上游 集合公式的英文标志 机身接口 前面板 双USB 3.2A口 10Gbps 耳麦接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可以输出DP信号的USB4接口 HDMI 2.0接口 2.5G网络接口 USB 3.2A口 USB 2.0接口 又一个可以输出DP信号的USB4接口 又一个HDMI 2.0接口 侧面板 ASTE卡插槽 双侧 后部都有通风口 柳松底盖脚垫上的四颗螺丝 这是以前英特尔纳克经典造型的开盖方式 轻轻提起盖板 注意有线蓝连接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双通道DDR4 3200MHz的内程 M.2 PCIe 4.0X4的NVME接口 M.2 SATA接口 SATA接口 可以连接背板上的2.5寸SSD 取下NVME SSD 下面是SD卡插槽 和MT7922 WiFi 6E无线网卡 BIOS首页里可以看到 已装置32G DDR4 3200MHz内程 这里有性能释放选项 可以选择静音20W 平衡35W 性能45W 三种方式 我们这次测试 选择了45W的性能释放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从54W下滑 稳定在45W 整机功耗从75W下滑 稳定在65W CPU频率稳定在平均3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1小时49分钟 13900HK功耗一直保持45W CPU温度最高96度 SSD温度最高40度 我们用集合IT43迷离主机的 i9-13900HK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3分2秒 共计782秒 第一Ultra一代和二代的CPU CPU-Z 多线程7083.7 单线程782.8 多线程超过第一代的Ultra 5125H 单线程性能接近第一代的Ultra 9 原因是我们在系统电源模式里 设置了最佳性能 据说只对13代i9CPU有效 GIGA BUNCHI 5 多核11302 单核1942 多核成绩高于第一代的Ultra 5125H 单核性能超过了第一代的Ultra 9 GIGA BUNCHI 6 多核11399 单核2734 多核成绩只与Ultra 5125H齐平 看来DDR4拖了后腿 单核成绩不错 仅次于第二代Ultra 9285H CELLY BUNCHI 23 多核14871 单核1881 多核成绩稍高于Ultra 5125H CELLY BUNCHI 2024 多核808 单核115 多核成绩还低于Ultra 5125H PASSMARK多线程28142 单线程3986 多线程成绩超过了Ultra 5125H不少 单线程成绩接近Ultra 9185H 综合来看 只有45瓦性能发挥的13900HK 多线程性能超过了第一代Ultra 5125H 单线程性能比肩第一代Ultra 9185H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152236 CPU得分604832 我们给i913900HK运行了OpenW测试 AES 766851 XX20 415379 CORMARK 411275 在CORMARK成绩上 它稍低于MS01的13900H 以及Ultra 5125H 接着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1080P高画质 最后大战战平均100帧左右 原神1080P中画质 跑起来战斗起来大概50多帧 这就是96EU Iris X1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我们也让IT1313900HK测试大模型 跑摊车编程 最后结果是7.45TOKEN每秒 能跑就不错 不过让人欣喜的是 测试千文山30B A3B Q4量化模型 跑上了10K每秒 算是很不错的了 显示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4K60HZ 8W RGB 显示信号输出 USB接口输出 最高支持4K144HZ 8W RGB 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这支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USB接口能够支持4K160HZ 8W RGB 显示信号输出 索利OLED电视 连接HDMI线线 显示输出 4K60HZ 8W RGB信号 我们来看看 Intel iOS X1核显的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照样流畅播放 出厂NVMe音盘测试 4000兆倍每秒 这是PCIe 4.0X4的入门水平 USB4接口存储性能测试 3100兆倍每秒 这是不错的USB4外接存储的性能 此时我们另一USB4接口 连接了高刷显示器 说明我们的双USB4接口 没有兼用性问题 WiFi测试 这次是MateTek MT7922 Wi-Fi 6E 无线网卡 跑上了7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的环心中 不错的一类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le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5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没有兼用性问题 集合IT43 2025版迷离主机 装置了13代 酷睿i9 CPU 13900HK 45瓦的性能释放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 我们列表给大家看 CPU最高功耗才90瓦 待机最高功耗只有7.3瓦 120瓦的DC小电源 轻松搞定 室温28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6度 SSD待机温度33度 这台小主机生产力测试 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55分贝左右 社会在耳边是44分贝 我们也设置了均衡模式 和静音模式 各跑了FPU单考 均衡模式 CPU性能释放35瓦 静音模式 CPU性能释放20瓦 集合IT43 2025版迷离电脑 装置了 i913900HK 英特尔CPU 出厂45瓦的性能释放 多核性能 大概率超过第一代 Ultra 5125H 单核性能 接近第一代 Ultra 9185H 它类似 英特尔NAC的经典外形 机身上有4个 4K显示输出接口 机身内部有3个 存储接口 接口还是相当不错的 缺点吗 是单2.5G网口 如果有双2.5G网口 凭借3存储接口 可以用作不错的 家庭网络服务器 当然也可以给它 添加一个USB4 转万兆网口 另一USB4 接入雷电硬盘柜 这样就可以成为一台 经典的 All-in-one网络服务器 总结一下 出厂45瓦的性能释放 散热精英都稳定 有4组显示输出接口 3组存储接口 兼容性不错 它有英特尔NAC的 经典外形 小巧精致 一手可握 做工很好 对于英特尔CPU 迷离主机 有需求的朋友 不要错过它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再见